每年暑假七八月份的时候 秀典香公所会在从德村布拉旦社区和同门村来规划部落市集活动迎接观光人潮 为了做好事前规划工作 秀典香公所文化级观光客和部落来进行讨论 希望以崭新的一面来开创部落的经济产值 这过两个月就要迈入暑假了 秀典香公所每年在七月份和八月份规划来办理部落市集的活动 去年度第一次在从德海刊扮演的音乐部落市集活动可以说是相当的成功 公所了邀请当地的部落歌手 欣赏音乐之余也可以享受到大自然的海风 而在白天布拉旦除了进行车人管制 让游客走路到社区来山沾溪来细水和家人同乐 在假日期间可以说是秀典香消暑了圣地 同时也吸引了大地的手工艺品和美食 让大家来这边玩水之宜 可以采购一下部落的公益之美 在第三个点秀典香同门部落也有展示手工艺品来展售 让大家来到穆古墓游客中心就可以直接看到主人们在这里手足道的来跳特鲁克族的舞蹈 其实想象我们就表示暑假期间可以说是游客大爆发的时刻 公属也相当地积极进行事前的规划工作 一起和部落讨论如何迎接观光课 希望透过详细的讨论 来迎接下次店的观光效益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